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就不用介绍一点点 我可以说的是《一达机》 其实真的一个我觉得是最难的书 我没有把握 我这四堂可以告诉大家 但我们也试试吧 其实我的责任不是要大家明白 但我想告诉你 正经说了什么 明明就是神的工作 其实有几个原因 为什么《一达机》是这么困难 第一是很真论症 如果你揣一下书你就会知道 各个看法都不同 很不同 这可能只是代表它很丰富 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部书都可以 另外就是它的讯息本身 真的不太容易掌握 比较于《传道书》 《传道书》我们知道他在说什么 虽然我们都不太通 或者不太接受或者不太明白 但《一达机》真的连他想说什么 都不太肯定 这才是困难 另外我相信《传道书》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根本 就算他说得明白 你还是未来到那里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 所以不需要怕《传道书》好像写得这么麻烦 这么深的 其实不一定 它就是一个很深复和很高境界的文学 很多学生都认为这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一件书 所以就是这样的 我想今天用一点时间 首先交代一个 我觉得看了《传道书》和《传道书》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大家的讲书在尾里 放在尾里 《传道书》创造这个观念 《传道》这个观念 我通常主要在文学 主要在文学就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 因为我想交代一点 因为如果不是 我们就会很不知道他讲什么 创造这个观念我们比较少讲 所以可能我要用稍微时间讲一下 正之我觉得有两个进路 一个是旧熟 一个是创造 我们的主 既是旧熟主还是创造主 这个其实是没有分割的 不过事实上真的 我们分开来去想事情 是会更清楚一点的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 对着《传道书》的困难 的地方就是我们把 《传道书》的观念放进去 其实他完全没有讲《传道书》的 这个我们慢慢要再看看 《传道书》也是的 我们应该会讲一下 《传道书》和《传道书》 有两个很不同的角度来看 《传道书》 《传道书》 我尝试和《传道书》的角度来看 我分了几方面 第一就是啟致的途径 它是要透过创造的人生来说给我们知道的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就是 《传道书》就是超人 即是不属于人的了 即是人救不了自己的 一定是神介入的 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介入 但创造就不是了 创造就是我们做的人生 他就很喜欢用人生的体会来说给我们知道 如果你看旧约 譬如《传道书》 譬如《摩西五经》 《西乃山》是神超然的 跟摩西说话的 天知都是 这些仪像是神特别的 跟他们说话 但《智慧文学》就不是这样 就是文学是透过他们自己的智者 自己人生的体验寄出来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只能看得起 这些好像是人的经验而已 不过我们相信 这是我们的信念 就是神的证明感动他们 所以他们写的都是神想他们写的东西 所以没问题的 不过《约伯记》也是这样 都是经过《约伯》受苦的经历来写出来的 就不是说有一天神就给了个异像给约伯 或者是那个作者 写出来就不是这样 因为他是创造的 他真的是用创造来说的 神是乐意用人 他所做的人 和人生 来带出信息 其实他有好处 好处就是你能够共鸣 我相信有很多受过很大的苦的人 你看了《约伯记》 你未必会明白 不过你会很感觉到 这个作者真的明白我说什么 他明白我现在经历的事情 因为他就是人生的经历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明白 又或是你未受过他这些苦 你就未必会解释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这是那个启伯同性 表达方式也不同 他当然是用回当时上古近东西 这是另一种道成育身 旧熟就是道成育身 因为耶稣变成人 现在也是道成育身 是神的话语 神的信息 要透过人生真是肉身的经历 要用回当时的背景 他的表达方式 他的表达方式真的跟我们很不同 所以我要提提 第一就是很具体 其实他说的东西很抽象 约伯记说的东西很抽象 但他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来表达 因为我们捉不到 不过你不要照字面解 他说的东西不只是他要这么表面的东西 我选择他的例子 我们将来读的 神最后和约伯的展现 应该是最重要的 但他竟然说了一些创造的东西 如果你记得 他所说的就是这样 我们很失望 没有什么特别 他就是说大自然 说野兽 就是这样 他用这些例子来做一个比喻 其实他是这样说的更具体 不过很难解释 或者很多方向来解释 中间我们会说的一个智慧片 用矿石 金、银这些例子来说 他又不说他真正属灵的那个属灵石 所以大家要知道他就是喜欢这样的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隐蔽 隐蔽 接着那些 他是不喜欢直接说话的 他喜欢很隐藏地说的 我刚才说的具体这些也是 用比喻 我不详细讲这些了 大家回去慢慢看 最重要的是一个谜语 谜语就是说他只是说谜语而已 没有说答案的 我不知你记不记得职王记也是这样的 职王记上讲到所罗门和那个尺巴雷王 你记不记得 两个都是智者 当时的智者就是这样的 他们见面谜语也是用谜语而已 就是这样的 有百计就是这样的 你看看 有百计他要处理这些很深的问题 到最后就是神跟他讲话 是用谜语讲的 最淡的就是他没有说谜语是怎样的 他完全没有说谜语 如果你看一下他说谜语 看一些毒物典 看一只河马 看一只鳄鱼 看一只鳄鱼 那就完蛋了 没有说谜语是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没有的 他是出谜语的 所以这个是那些毒物典说 他是喜欢这样的 那你说 怎样神选了这样的方法 来和我们讲话 怎样不讲清楚一点 原来是有原因的 第一 语是这样才来的 是吧 说完答案给你听 你就学不到智慧了 我喜欢两个比喻就是 我们学数学就是这样的 是吧 数学从来都不给答案的 是吧 你教个人学数学 你千万不要给他答案 是吧 你给他一个难题 他才能学到做数 如果每次给他答案他 他就学不到 他现在就是想你这样 故意刺激你 想想想人生这些很难想的问题 在想想的争扎当中 其实有八大争扎了很久 他就有智慧了 智慧是这样来的 或者甚至可以这样的 他认识 有些学者在研究 八大予以来觉得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觉得他的经文 很多解释 谁是对的 原来不是 他认识的 特意说到无灵两可 特意有很多解释 他就是想刺激读者 我们来想想 究竟他为什么 他就是想你去想 答案在你那里 答案在 我常说的 其实不仅是住院闻 我不知道要留下十页 但是圣经很多时候都问问题 你看耶稣都是问问题的很多时候 他想你回答 他想你 或者答案在你的生命回应那里 其实要回答就是这样 答案不是说 说什么 说什么 这样也没有用 我们人人都知道 可能是要你真的在生命那里 来去经历 振扎了很久 你终于就遇到神了 是你的生命回应来的 所以我说困难就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可以给你答案 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可以给你答案 不过我想介绍 李伯奇说到这些东西 让你有机会 在人生的问题上 甚至是跟神去喊吵架 甚至跟神去喊吵架 甚至跟神去喊吵架 跟神去喊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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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亲身 他说亲眼见到神 那样才可以 那样才可以 答案不是说给你听 那样也没有用 这个我们要明白 他特意是这样隐蔽的 还有吊架 吊架的意思是 他特意把一些 好像很有张力的问题 放在一起 好像两个都对的 智惠文来很喜欢这样的 全部书也是 很多人都觉得他互相矛盾 好像两个相反的问题 放在一起 其实他特意是这样的 或者说他有时 就专心说他要说的 就不交代另外那边 我想我不想花太多时间 说这些方便 好像有八丣三个朋友的对话 我这么想两边说的 都对的 那三个朋友不是错的 不过他的角度和有八角度不同 他就放在一起 就吵架架 然后他就问 想一个读者回答究竟哪个对 其实很不简单 但是他是喜欢这样做的 以利河更加是以利河 而现在的学者 你真的看很多书 都发觉大家都看法很不同 他说中还是奸 都不知道 他说的对还是错 其实都不知道 其实他说的所有说的 都有他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他的主意文是这样的 他不怕 我们很不喜欢这样的 即是一一二二说得清楚一点 他就是不是这样的 他其实是刺激你思考 或者可以这样说 人生很多这些问题 都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多些人生学历 你都知道 不是我们这些 很多时候那么黑白分明的东西 或者说是很复杂的 其实这个是志愿文学想说的 我最紧要说的就是跟着这个 就是他的神学观念 都跟我们的想法很不同 不是说他的神学 好像推翻我们的神学 我们那个是救熟神学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因为神报圣经 除了志愿文学之外 都是用救熟神学来说的 救了神学也是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就是神要拯救我们 旧约就是在 拯救我们出埃及 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拯救我们 祂爱我们 我们就有爱的回应 跟我们立约 旧约、新约都是这样的 这是救熟神学 我们很熟的 但创造神学是另外很不同的 就是完全跟另一个角度 如果你看到志愿文学 包括有百计 从而没有提到救熟 我知道我救熟主义活着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 我稍后会讲一下 从而没有以色列人和人立的药 他不讲这些 他讲到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我想我们首先明白这个 就是不要将咒熟的东西搬下来 例如《传统书一百计》 创造里面从来不讲神是爱的 那是救熟才讲的 但不是说神不爱 大家不明白 我们不是说将它对立 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我们现在 假设了另外经文有讲救熟 就不用我们讲 现在要专心讲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神的创造 神的创造可能强调神的主权 我们觉得神好像很严的 很无情的 你明白吗 不是说真的神是这样的 因为祂是从创造的角度 就不是从救熟的角度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讲很简单地讲 其实大家有机会问 可以问 因为我不能够讲完所有东西 或者大家真的想起那些东西 你问可能更好 他的神观 一个是创造天地万万的主宰 另一个是没有慈悲怜悯 恩烈的救熟主 两个的角度不同 他的范畴创造是讲日功之下 这个传统书教我们看的 日功之下 是今生今世 其实怎样处事处人 就不同 救熟神乐是讲永恒的 其实救熟神乐 你知道是因为人犯了罪 和神的关系破裂了 这个是日功之上 其实要和好关系 这个就是救熟神乐 创造是讲神做 这个是人生 这个是人生 这个今生里面 只要是做人 然后严格上来说 当然智慧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 即是很阔的这个字 但在智慧文学 他的智慧主要是讲 怎样做人 即在这个世界上 怎样面对苦难 例如怎样面对人生 怎样面对生死 他就不是讲怎样面对神 这就是创造神学 所要做的 原格上来说 其实保罗也有这样提 所以与神的交往 不需要智慧 你看到保罗说 人最能力的智慧 都是在神面前 但做人就要有智慧 所以智慧文学 他只是讲做人 你与神的关系 这些是其他经文说的 就是他不讲的 当然都是与神有关的 不是说他要敬畏的 不是说完全不要这个神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他真的不是说 你与神如何收好关系 他是说你怎样做人 而这个怎样做人 其实就是你敬畏神 或者你爱神的一个表现 这个就不要分割了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观念 就是说 以前很多人初期教会的一个异端都是这样 就是说 物质这些不重要 这些不用那么紧张 最重要是永恒 最重要是信耶稣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今生就是暂时的一算 其实你这样做 可能你就是 你只要救俗主 你不需要創造主 你不尊重的創造主 神做这个人生是想你 好好地去过你的人生 这个也是神的地盘 你不可以不重要 其实初为教会的异端 就是变成一个异端 就变成了什么呢 我不是乱来也可以 我今生乱来 我上天堂 最重要是天堂 你反而就是不懂做人 或者说在做人这一件事 其实也是神要求我们 做一个异人 我们反而就不做了 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 都会变成是 我们不注重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只是挂着天堂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要注重做物质 其实他已经教你 用智慧文学来教你 如何做人 或者是如何面对苦难 例如 这些都是神的心意 我们需要智慧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那个范畴是不同的 我介绍一些创造的观念 不知大家有没有人听我说 我只要讲《传逻书》一百季都要讲 否则很难明白他说什么 如果根据《创世记》第一第二章 我认为他有两个 我觉得那里最让我们看到的创造是什么 我很快地这样讲 因为时间关系 《创世记》第一第二章 有两个关于创造的记载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他因为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创造 这个是给我们知道 原来创造在圣经里面有两样东西 即是两方面 一个是秩序 即是本来虚空运动 如果有秩序 神造是有秩序的 第二就是一份礼物 第二章就是讲一份礼物送给你的 即是神不仅是做了一个很漂亮 很有秩序的地球 然后就有得利点 就不是了 他将这些一份礼物送给你 给你生命你才有生命 他做生命就没用了 所以是两个官员 秩序和礼物 秩序就是只要我再分三个 根据《创世记》的路律 都可以分三个 很简单地讲 就是区分的观念 我想首先讲讲这个 我们的观念 创造的观念 和圣经的观念很不同 他们当时的人都是这样的观念 跟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创造 我们很紧张 神怎样做这个世界 他何时做的 几千万年前 这些问题 他们当时不会有人问 所以这些问题在政策里面没有答案 他没有影响这些事情 他的官员很不同 主要是因为他跟上方子的人的观念 但是官员最有用 就是说哪个做这个世界就是哪个画士 是讲主权的问题 当然他们很多神的人 他们现在说很多神画 很多神 他们作了很多创造神画 即圣经以外 都是讲哪个做神 哪个做世界就是哪个神最厉害 最画士 正经用回这个观念 我们这个人真的是神做的 有这些秩序 所以你要跟他说是这样的 他的观念不是从无变有的 虽然正经有提过 但他真的没有 如果你看《创世记》第一章 一开始他说做光 然后水他没有说做水 好像是假使水有的 地又是假使水有的 所以这个不是说水不是神做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不明白 这是文学手法 他没有劝税说的 他不说 他不是想交代 神何时做水 一样东西都要说 他不是的 他想说是神画士 所以他只是说出 其实他的观念就是区分 我们的观念就是从无变有 本来无变有 这是对的 这是真的 不过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因为观念的创造就是分 你看看《创世记》第一章 将光和暗分 第一章是第一日 第二日就是将上的水下的水分 第三日就是将海洞地分 全部都是分的 接着就是分各种其类分类 这是功能辩序 道德辩序就是分辩前来 全部都是分的 他们的观念就是分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很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有八计 因为很多人觉得 千万不要做有八计神 不要当是有八计神 如果你像有八计神 就很惨 拿掉你的东西便很不够 我们因为从无变有的观念 有便好 没有便不好 有生命便好 没有生命便不好 但它不是 它是讲分 分得好 所以可以没有的 你见到有八计神 祂就给了我 祂就拿走 这就是创造的观念 它跟我们不同 所以我们很难接受 为什么神不给我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拿走我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觉得有便好 没有便不好 但这不是创造的观念 创造观念是分 我们想想想 这个跟我们想想很不同 我不详细说 所以简单来说 《创造记》第一章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 神话事 神话有光有光 这就是密质秩序 就是强调的 然后按它的名字 代表到那样东西有什么用 各从其类 各个人各样东西不同名的 然后神看着好 就是祂说什么对什么错 所以是善恶 那里是祂定的 我简单来说 物质秩序 这个其实传道书讲得 五零八很多 就是神给每人有一份 就是这样 有一份福 就是分给你的 这就是中文质秩序 就是每人有一份福 有些人多福 有些人少福 有些人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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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少得多 一份这样的东西 这是传道书讲的 功能秩序就是 神做每个人都不同 有不同的气质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事明 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 这个 道德秩序很明显就是 神说这些东西是对的 这些东西是错的 全部都告诉我们 那你就照顾就可以了 那个范围 所以物质秩序就是说 复和你的成败 功能秩序就是说 你的角色你的特质 接着说是前乐和报应 这些我不详细讲 约伯记简单来说 和传道书都是这样 他是强调物质秩序 功能秩序 和独得秩序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明显 正经不用说那么多 这些 只要是真言说的 真言就是说 你如果跟着这样做 你就会太蒙福了 这个就是义人 愿会的人就会有和 这个是道德秩序 分得很清楚 什么对什么错 你如果是功能秩序 他也有说 如果你懒 你就会饿死 你是有功能 你有责任去做这些事情 但物质秩序就很难明白 或者说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就是神给你那一份 你记得约伯一开始就是这样 其实一开始神拿走他的牛羊和子女 他就说神给得福我 他就拿走 这个就是创造神 这个就是物质秩序 他就说神给得福我 他就给得和我 这些都不容易说的 一开始就会认识 这个就是创造神 我想大家试试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不知道你有可能很多问题 不过我想介绍你听 创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其实我应该讲得多一点 我想透过物质秩序 因为说法记主要是讲物质秩序这个 我试试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日 他做什么呢 做光 他之前说未做之前是什么 冤争黑暗的 黑暗没有光 又有光就有光 这个就很容易明白 真的由无变有 不过你看看他接着说什么 你想想原本全部都是黑暗的 突然间光大了 那怎么应该 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他将光和暗分开 大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可能他不是说科学历史 没错你可以说他分光 但是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神所造的世界 这个秩序 有光有暗 如果看传道书 光是代表生命 暗是代表死亡 光是代表福 暗是代表和 以上的书也是的 第五章第七节 我做光又做暗 我做福又做和 各样都是我做的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首先我想说 就是说神的创造里面 有好有不好 你容易接受他接受他 其实他一早就这样说了 然后他叫暗做夜晚 当然这些是意义的 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暗 或者说黑暗 其实黑暗 当时的观念 是代表不好的东西 总之下 不一定是罪恶 他不是说罪恶 是祸 他说这些黑暗的东西 是有他合法存在的权利 因为神叫了他 大家明白吗 他不是什么叫分光暗 即是说光临 不要去到那么多 还有些留位给暗 是否叫他的名字 即是说 在我们的创造里面 神是预计了 或者说他是批准有黑暗的存在 你不要以为神的创造应该是很完美的 其实就不是 这个观念我们要慢慢再想一下 你看看《新天新地》 他用回这样的图画 将困没有黑暗 将困没有和 但现在有 现在有 其实传律师也是 他没有说因为人堕落 你不要以为是人堕落 当然人也未堕落 神是已经批准了 在我们的创造人生 有光有暗 所以传律师说 生有事死有事 我们不乱接受 因为我们期待神的创造 是好像天堂 他就这样说 不是 现在不是天堂 现在不是说救赎 现在是说今生 今生是有这些限制的 所以 约伯说得很清楚 他们我便拿走 其实什么叫和 神做怎么会做和 其实他没有说做和 他做福 但他拿走福的时候便是和 其实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福不是永恆的 我现在相信的观念 创造的相反不是罪恶 创造的相反就是永恆 他说明创造不是永恆 天地会废墟 将来就是永恆 将来就是永恆 亲天真地 不是跟这些秩序 完全不同 相反的 但今生是有的 这是要接受 接受 人生是这样的 第二天就是 第二天就是 我要说快一点 如果不是 只是讲道都要快 第二天就是 将上的水下的水分开 其实是很深的 如果用科学来说 没错你可以解释到 或者说这些是真 真是发生 不过他要说的是更加深入的 它是一些绝学性的 不是在说科学 究竟想说什么 有什么重要 其实它是做空气 它原文真是这样 做空间 将上的水下的水分开 分开 分开 分开做什么 最好的解释是跟回传道书 传道书才说回这些东西 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间的空气 他跟着第四天是说的 就是用来打一些星 月光日光 他定时间 你想想是需要空间 需要空间 才是有时间 就是他要转变 空间就是用来转 用来移动 是吧 就是说神所做的人生 例如这些福 他会移动的 他会转的 转运的 真的 我们叫做运 他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定时 传道书也说定时 定了一些的时候是生 用一些的时候是死 这是虚空的 我们不喜欢的 常常都是股市高的好 就是不要下 他不是有高有落的 这个是说明的 是会动的 你的福会一天走的 传道书说你死的那天 什么都没有 等于灵的 这是创造 他一早就说了 这个说明是永恒的 我们不用怕 因为我们是想永恒 其实不是原版的 不过他要说明 我们要接受创造 是这样的 第三个就是 将陆地和海分开 这个更加明显 六个代表神给我们那份 是有限限的 它要分的 有个海 有个水平线 画分过的 你想想 如果神给你那份 是大还是小 就跌 就似乎水平线定得高还是低 它定得低 地就大一点 这个是神定的 就是神规限了你这一份 但你有一份 每人都有一份 耶稣也是这样说的 你记不记得吗 穿什么吃什么 你不要追 你多努力 都不可以将你的份 多一点 不行的 是神定的 这是给你的 是神定的 这是创造的观念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每人都有一份 传道书说不用要大 不过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讲传道书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要学从创造的那边 看很不同的 如果学会尊重 接受神的设计是这样的 我们不要期望我们今生是天堂 说明不是的 不过我们信耶稣不怕 我们接受天堂 但是我们真的要明白 我们今生 我们怎样有智慧去面对人生 很多人就是接受不了 于是很多埋怨 很多放弃 反而享受不了神秘的佛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首先从创造的角度来看 我讲到礼物 我这些我不详细讲 如果看回第二章 其实第二章更加少人去做一些研究 他刚才讲到做人 做过伊甸园 伊甸园 其实是代表环境 这些是礼物 礼物就是需要神给你的 第一生命 生命气息你要给 要给你一个好的环境 原来你也会死 还有要给很多树 即是你需要的东西 我不详细讲了 他最后强调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看回第二章 第二个记者 它是线形的结构 说人 又说伊甸园和树 又说河在中间 然后说伊甸园和树 又说做女人 这个结构 头那半部分 强调是要神秘的 全部都要神秘 你的生命 你的环境 你所需要的树 食物等 生命等 全部都是要神秘的 后面那部分它重复了 不过它每一步都加了一件事 就是人有责任 这个伊甸园 你有责任去耕中 他说要保守 这些树 就是他在身边拿的树 你要听话 那树你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 女人也是 你要跟他结合 很多东西 就是说要加上了人的责任 所以你的礼物可以说是神的赐与 人是依赖神要给 还有人都有责任去栽培这些礼物 这个我不详细说了 我想很快就说到这里 就是物质秩序和礼物 这边看 第一个性质 我还提过 秩序的性质是什么呢 它不是完美的 有限制的 礼物是什么呢 它是脆弱的 你会以为神秘的礼物应该很正 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期望不同 我们的期望就是神给我是最好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最重要是 我结婚的就是 我和一个神秘 我预备那个结婚 这个不是错的 不过你不要以为你没有责任 你知道很多人 最重要的是 那个真的是神秘 我预备的 然后你自己可以搞坏的 这个是真的 神的礼物是脆弱的 你可以搞坏它 我们有责任的 这个我愿意明白 这个我愿意明白 需要什么呢 秩序就是需要神赐福 第一章经常说的 神要赐福给他 生量更多 让他做到 其实赐福就是给他力量 做到他要做的事 这是另外一个很厉害的观念 不过我今天没时间讲的 就是讲到安息的观念 安息的观念 其实意思是这样的 不是说不准做事的 安息的观念在第七天 就说神做到他要做的事 做完了 神想我们都是这样 做到我们要做的事 就不用做了 那种是一种满足的境界 这是有赐神赐福的 今天从秩序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今天神给了我生命 给了我很多工作要做 就不能这样给了我 就算了 那种力量我会做到它 那些礼物也是 礼物全部都是神给的 这个礼物的观念 其实我们真的要很重新再想一下 我发觉现在现代人 就是我们这些香港人 不知道礼物是怎样的 礼物是怎样的 礼物被秩序的话 是伯伯给你那样的 是你不能配得的 你本来没有的 不是你赚回来的 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们的福是否都是我们赚回来的 是吧 其实礼物是对的 其实旧俗和创造都是用礼物来说的 旧俗就是要 不是你自己可以救到自己 不可以靠人的行为 要是恩典的自主是礼物的意思 不是你赚回来的 你赚不到的 你是不能配得的 要神给你才可以的 在创造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 其实我们今天金融风暴 我们就容易很多 你几粒也好 都不知道赚到钱 真的没有人能赚到食 是要神给的 以前我们就以为 我够努力就可以了 一定可以 现在我们就知道不行 这个是说 礼物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定要神给 所以传逻书都说 你追也没用了 你越追就越得不到 可能是要神给你才可以的 人的角色 所以在秩序里面 其实是人有份管理的 因为在第一章已经说 神做人是要他好好地管理的 离物那里我已经说了 第二章后面那里 全部都是说人有责任的 我试试给传逻书用了一百计 其实大家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是密质的秩序 一个就是 传逻书是说你年少的时候 是否还有这一份 神没拿走之前 你应该怎样去享受这一份 一百计相反 就是当你没有那份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做 所以其实都是在说同一样东西 传逻书在这个密质秩序里说 就是他叫虚空 这个定词 虚空就是因为他不满足 这是传逻书解释的 我想说虚空不是心灵的空虚 很多人都误会了 好像说你相信耶稣就应该没有心灵的虚空 应该一样东西都好 你发觉不是的 信的主义一样是这样的 这是创造的设计 其实他虚空的意思是 说神所造的物质世界的本质是虚的 他虚的意思就是 有一天会没有 他说他不满足你 其实传逻书讲得很清楚 你又不明白你又掌握不了 这一份 他叫虚空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 我们的生命应该神似乎给我们 我说这样就好 但不是的 有一天就会没有 你又不知怎样解释 你又控制不了 这就是虚空 是不满足的 他的教训就是你要放手 你不要操控 你操控也没用 你要有一种枝竹感应的心 领受神给你那份 这是传逻书讲的 大家知道传逻书都是两个角度 特意放一个章 很多人都觉得是传逻书互相矛盾 所以一份传逻书是虚空 另一份传逻书是要享福 对吧 其实享福就是因为他是礼物 一个是秩序的礼物 享福就是他说 你一定要神给你才有福 你不可以自己来的 就教你 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追求 要自己 惹大这些东西才行 就是你放手 其实你就可以享受到神给的那份 就是你知道有任务 反而还需要去珍惜 因为他快要没有了 你就可以珍惜 他在说不但取不强求 我今天不是讲传逻书 我们很快就讲了这个 不过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件事 其实传逻书 你知道他讲什么 虽然这个也很难去 不是立刻可以接受到 不过他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很多人 特别那些 享受过联牙护记的人 就很明白 他就知道真是这样 真是空 你不要以为是 越多越好 这个是我们可以明白的 但这一百 其实就更惨 因为 没有传逻书那么容易明白 因为他讲得 他再深一层地讲的 当你没有的时候 当你愤怒的时候 我待会先讲这两百四点 不过他在这里 我想讲的是 他讲了另外一件事 这才是困难的地方 我常常说 他讲是一个迷 他想你自己想想 遭遇中秋节出一个真迷 想你猜猜 那问题是什么呢 他那个迷恋 你都不太知道他问什么 很难猜 正常我们说 猜猜一个人的名字 地方的名字 你都可以想想 我们都不知道他猜猜什么 大家都是 和自己的意见都不同 究竟这些迷恋想说 什么 他说很多角度 好像很丰富 我们真的要慢慢去想想 我这里想指出 如果从跌着的角度来看 他是想说 一个超越的智慧 如果你看后面 神八 约百刀就好像是这样 他说 你不会明白的 神的智慧是很高的 或者神的智慧是超越 其实物质跌着强调一点 神话大致 你不是神 你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你可以信一个神 但你要知道 你不会明白 真的这样 因为功能跌着 和道德跌着 是我们要明白的 神想我们知道 神做我 是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要明白的 道德跌着我都要明白 虽然不是我静 但我要明白的 我要知道 他想我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这些是很清楚的 我们要明白 和跟着做 我们有得行做的 但物质跌着正确相反 是你不明白的 譬如我一生 我不知道有多长 你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做得很难做人 你知道吗 而且你控制不了 这是很难做的 跟我两个跌跌很不同 或者跌跌就是 说得明你不会明白 你解释不到 所以要敬畏神 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支 敬畏神不是害怕 虽然原文真的是这个字 其实是尊重 你尊重神做成这样 这个不容易 说得容易 若白他也很明白 一开始的时候 遇到禍 他懂得说 他懂得说 是神拿走的 愿意是说 他命被清重 但是跟着就惨了 跟着你也很难接受 这些就是说 那种 我们真的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二人 要受这么多苦 这就是指挥 另外 礼物那里就是说 什么呢 礼物应该是很好的东西 我们期待 礼物来的 那当然是好的 那当然是正的 原来都可以不是的 所以我带来很多的疑问 若白这样的人都相够 他不就求死 在第3章 我不如给他好过 是跟着的 不是说 古日大家可以自杀 他不是的 他真的正视他这个苦 是真的看到一个地步 那些运都不是礼物 这就是要问的问题 究竟创造的礼物去了哪里 是吧 我们很多人 可能你觉得 你的遭遇 或者见到那些人的遭遇 哇 这样的礼物 不要比要 他真的这样说 其实传徒师都是这样说 那些未出生 就下胎 那些更有更好 哪里见那么多苦 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问一个整传的问题 这个我待会先详细说 不过 他礼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们慢慢会看得到的 就是说全部都是他给的 他没有欠人任何东西的 所以你都不需要去解释 也不需要去赞 神不需要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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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给你的 或者说得很容易 我都说这个答案 不是这样说给你的 但他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或者我先说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前面有个无线麦可以给大家 有关于我的创造 其实我们接着会说 所以你会继续明白 不过我想描述一下 后面的 你举一下手 我拿个咪给你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就是刚才杨牧师说 神的创造有好和不好 但是我还以为是 神创造的都是好的 直至到人犯罪之后 才有不好的事情发分 是不是我不解释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不过这个我们都要小心说 我不排除人的堕落有影响到 这个证经没有 因为写证经的时候人已经犯罪了 我们不知道如果人不犯罪会怎样 我都不敢帮神说是会怎样 不过根据《传道书》和《一百记》都是 他完全没有看到是因为人堕落的 他没有提的 其实我不想拗 如果人不犯罪 世界会怎样 不过他没有这么说 他完全是从一个创造的设计来说 说到是有限制 就会完的 就没有说到是因为人的罪 我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出路不是要解决人的罪 这都是救受神学造的 你解决了解决了人的罪 你仍然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创造 那时候你说因为人犯罪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看 现在很多学者都不会这样看的 我试试解释一下 第一就是 小姐所说 你吃那棵荀 那棵荀分棉的荀 你就会死 但他们吃了根又没有死 所以应该是说属人的死 不是肉身的死 如果根据我们的创造这样的理解 其实他只不过是 神定了今生的创造是有限的 有一天他就会完结 有一天假设那天不犯罪 我觉得这样讲也讲得通 神有你有一天就慢慢死了 就上了天堂 这样也挺好 你不必经常都在这里 这个死本身未必是 在属灵的死就不行 你与神的关系破裂了 但肉身的死其实不一定 很多诸学家现在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当创世纪他说 一开始要生养众多 就是表示有很多代 其实已经打切了 一代要过去 有新的一代来 不需要这样做 这些是哲学的问题 还有我不喜欢这样讲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我觉得圣经里面 特别是智慧文学 他很强的一点 神是绝对的主权 他的创造不会被人的堕落 去破坏 其实破坏不了 他只是结束那个人 他自己惨一点 多一点痛 就是我 我不喜欢 或者说 我领受神的主权 就是说我一早就定了 世界就是这样 是会有限的 就好过因为人犯了罪 所以就好像破坏了神愿 那样完美的设计 我以后就做了另外一个 我相信神不是这样的 如果根据他创立的第二章 人都未犯罪 他的表达就不是这样的 他是说了要喜欢是这样的 最终是无法解释的 你可以说神不做的世界 少一点和 最终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 不用解释 解不了的 他的智慧大很多 我们慢慢讲 是否有另外一个问题 杨卫您好 我想问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智慧文学里面 他怎样处理神的公义这个命题 因为你如果单纯 只是说神的主权的话 即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约伯记又好像有说过 下神公不公平 公不公义这个问题 他的观点主要是 怎样看神的公义这方面的神性 其实约伯记 我们接下来也会讲一下 其实有八大觉得不公平 但是如果你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或者从创造的角度来看 就没有得公不公平 我都说神不需要交代 不需要解释 是祂送的这些东西 没有得公不公平 这个我们慢慢再讲 只不过有八纪彤传道书 都有提这一点的 就是你的问题应该这样回答的 就是因为同时有功能秩序和道德秩序 那里有讲公义 其实三个秩序重点不同 物质秩序是强调神的主权 功能秩序是强调神的智慧 道德秩序是强调神的公义 这个公义是有的 其实传徒书也有这么说的 虽然那一份他就说 他就说恶人的份量比我更好比我 他的意思就说你不要因为这样做多些恶 因为有道德秩序同时生效 所以公义是在的 我稍后才会加上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物质秩序这么重要 他就不是推翻公义 公义是有的 只是其中一个秩序的秩序 有三个秩序的 有八纪都是这样的 如果简单来说有八纪和三个朋友的争择就是两个秩序的争择 有八纪是说物质秩序 我那份就是这样 朋友还用道德秩序来跟他争择 你一定是犯了罪才有和 道德秩序真的是这样说的 而这个是对的 是真的 不过在有八纪是不对的 或者说三个秩序都是同时生效的 所以如果说公义就说道德秩序是有的 但是现在说其实神是超越的智慧 或者说神不会被他自己所做的秩序来限制他 他是超越的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给他限制 这个就不是神来的 真的 如果神所做的事你明白了 他就不是神了 反而你做了神了 你要想想想这个是超越性的问题 是不是下面讲完 杨卿我不知道你跟着那几堂 会不会处理撒弹或者邪恶 如果我们都interpret是礼物 那怎么可以舒服地接受呢 OK 杨卿100纪的角色不重要 后话都没有再说了 他只是借杨卿来带出一些观念 至于邪恶的那个 其实我创造就不去怎么说呢 其实创造是交代了邪恶怎么来呢 就是创世纪第三章 就是当人不去尊重这个创造 他说什么时候不能吃 他偏偏要吃 那就是罪了 就是这样 罪就是人为要做做物主 你知道我们基本上是人的罪都是这样 不想神管我 我要做神 那就是罪 那怎么处理罪呢 就是救受神来说的 他就不说了 所以我相信罪真的 其实是威胁不了神的 应该 神做的就是已经预认了人有责任 就是说给人有自由意志 这个我们也不明白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那些事情有自由意志 他就是要做一个人 是要服他 但又可以不服的 结果就是有罪 有罪的可能性 他的创造是预认了这个 所以说可以弄弯的 但是我相信不会伤害到神的创造 应该是自己吃虧的 我知道有些学者很喜欢这样说 因为其他上古近东的创造神话 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神要跟其他恶神 打打那些邪恶的神 这样才可以做 但我相信圣经特特地说不是的 神的创造只是有犯徒 他没有对手 我们不需要觉得好像有恶势力和他争 我相信最少他的pnation 他没有说这些东西 但如果看《入华记》根本是个角色很小的 他只是那些小人打小报告而已 完全没有影响 是透过他来带出来的 这是创造的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介绍 《创造神学》 如果你想学多一些 譬如新药如何延续这个观念 譬如是雅各书说的 承传原备那方面 还是我们如何在新药继续明白这个观念 整部圣经是只有智慧文学说的 其他都是用救赎的 我也在问这个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 我相信到了新药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用回旧药圣经的 不过因为当时犹太教 在救赎上是很错的 要靠自己守律法 所以就要处理这个问题 但创造他们没有什么错的 或者说不需要再说 所以说得少的 其他经文就是将两个合作来说 譬如诗篇也是的 以藏牙书也是的 是智慧文学 专讲创造 不讲救赎 其他这些很多合作 耶稣也有说多少少 雅各书是最多 很多人都觉得雅各书是 好像新药的智慧文学那样 不过他都是旧熟的 都是智慧文学 所以他不是分得那么清楚 所以就不多 所以就不多 如果你看針言更加是 針言我们中国人的言语 都一样讲到 这就是神的common grace 他对于未信的人 他的人生的阅历 都有很多智者 一样是可以体会到这些东西 因为他的创造也是对他对的 他没有经历这个救赎 他就没得讲 但是创造他一样可以讲 所以就不一定要讲那么多 所以创造是比较少的 比起上来 或者这么说 救赎一定要神啟致的 人是想不到出来的 但是创造你观察也能看得到一点 人家佛教导教也能看得到一些表面的 例如胸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一样是可以体会到这些东西 虽然出路不同 所以因为这样也不需要讲那么多 大家想不需要休息一下 应该是9.9 我试试说一下 我想开始介绍头头的一两章 神经 有八字 我们主要是想知道 他的迷面是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问一个什么的问题 其实你试试问这个问题 看下去你就会明白 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首先讲了一个结构 另外讲一版 讲一个线形结构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 有八字的线形结构 大家知道线形是什么 就是一头对一尾 第二对尾 第三对尾 三这样称下去 我想大家这样看 我做了A ABCDE A就是一开始有个引言 和有个结语是对的 大家都是在讲约法很蒙缩 一头一尾 大家读过去就知道 幸福的开始 幸福的结局 B就是神和人的对话 头头就是和撒弹 第一章六节到二章十节 两回的对话 后面就是神和有伯两回的对话 是对的 然后C就是介绍三个朋友 和有伯和朋友三回的对话 这是人和人的对话 然后D就是二十七章 以及二十九至三十一章 有伯起誓 中间结束 应该是最重要的 就是二十八章自慧篇 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格式 可以吗 可以吗 就是这样看 你跟着这样看 你就不会觉得它很乱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 第一 后面是加下去的 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接受不了 最后要把所有东西给它 但如果你看到这个结构 你就知道 这个是一定要的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我们慢慢先问一下 为什么 可以吗 我想介绍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 你知道六代以来 很多解经家 特别是旧弱 其实西方很多解经家 都走了很多冤枉路 因为他们早期 都觉得这些古旧的 犹太人说的东西 一够够说来说去 他们就不懂得去欣赏 这些是早期的 现在就不是了 早期的学者 很多时候都不懂欣赏 觉得他很沉 说来说去 你知道他很多次重复 你看旧弱也是 讲到很长很沉 就重复 一重复他就说 当然这些文字 把几个梳旋和他集在一起 即是不懂得去欣赏 他有这样的结构 你觉得当他一不明白 特别是有很多不明白 或者好像解不通 就说是加下去的 我现在这样看这个结构 就是当我们肯定 他不是加的 因为他真的看得这么漂亮 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 其实现在一些人都学习尊重 中方人 即是犹太人中方人 讲话他的哲学 是和西方不同的 他不是很层次地说的 他就是喜欢这样排法的 我们反而要尊重 他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所以不要随便 就说这个加下去 是一个整体 而这些整体是他特意这样排 还是有他的心意 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 我想讲头头的 我先看这个结构 如果你有读过日压记 你就知道了 就是 A和B 基本上都是散文 下面B'有些不是 不过基本上 这个故事的人 是一头一尾的 中间就是很多对话 最闷的 那些诗歌 看藏在中间 中间就是最闷的 我们根本都 有时我们都 有点埋怨 在这些写的共诊 所以中间都没有心机看 他也是这样 我现在只可以这样说 就是可能作者特意的 他想那些读者 都要经历那些苦 让他们捱一下那种悶 有时我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特别是153个朋友 他的对话 第一个回合才是 大家在那里对话 第二 第三个回合 大家已经放弃了 各有各自讲自己的东西 那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是很闷的 我想讲就是 我们要注重一头一味 一头一味是很重要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因为中间的诗歌 体图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而且是很闷的 所以我们会注重一头一味 还有中间的智慧篇 这个智慧篇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谁说的 而且是很不同的格式 很多人都说是加上去的 不过他讲了一头一味 我们在讲一个苦难的问题 你可以这样讲一下 中间的诗歌是两个很不同的主题 但我相信应该就是这样 他打在中间 在这个善言结局一定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 应该是一定是跟中间 和一头一味都很有关系 我们会多看一头一味和中间 我想讲讲第一第二章 我觉得这是我们读《旧约》正经的 包括智慧文学 我们一定要学一样东西 他们很喜欢讲话是这样的 一开始就讲出那个切要 然后才是慢慢再详细讲的 诗篇也是 通常第一第二句 或者第一第二节是个主题 所以《旧约》我相信都是这样的 一开始他讲什么呢 其实那就是个迷面 所以我们要小心看 我自己觉得 因为很多人真的 在《旧约》看到很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是很难跟的 谁才对呢 我觉得最好是跟上圣经 他有一个作者他这样讲话 他一开始讲的话 他选了什么来先说呢 那样东西应该是最重要 或者是他想要讲的话 一开始他讲了什么 他介绍约伐 他怎样介绍他 因为完全是 这是我们试试想想 我试试很快地讲一讲 我喜欢他的解释就是 第一章第一节 《那人完全正直正伟神与你恶事》 就好像讲的四样东西 或者三样东西 其实应该是讲《那人完全》 这是第一个词词 什么叫完全呢 就是跟着那三样东西 他通常都是这样讲的 他通常都是这样讲的 就是敬直 敬畏神与远离恶事 一个完整的人生 他就讲了三样东西 敬直是讲对自己的 这个人很真 第二对神很敬畏 对人对事就是远离恶事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完全人 还没有完整的 接着第二节讲什么 讲他很多福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很多很多家产 我想问这些崇属于完全人 应该有的东西 都可以 我都说他是无灵两可 他没有讲清楚 他没有讲清楚 完全的正义去到哪里 他就是想讲一个这样的人 一个完美的人生 他又 的人又真 一个正人君子 又敬畏神 又是远离恶事 他又很蒙叔 有很多子女 有很多钱 还有的 还有的 第三节目 在东方人中为智大 东方人应该是智慧人 他是一个智者 或者是一个熟灵的猛人 各样都好 这个就是那个完全人 这个完全人是如何呢 他跟着说 就是那些儿子 就请那些姊妹来吃饭 他就很开心 享受神所给的那些福 那这个二十八就很害怕 很害怕他们会得罪神 于是便宴祭 你有没有想想二十八的心理是怎样呢 其实也有两个解释 他可能从一个不好一点的角度 就是若八就很害怕没有了福 所以快点捡多些祭 帮那些祭 帮那些祭 保护 要保住神的福 但是另一个解释 可能就是他很注重若敬慰神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其实他经文就两个解释都可以 谁对呢 其实作者是特意的 就是让你想想 一个这样的人 他在想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处理的问题 可能你一个是蒙福的人 如果你试过真的这么蒙福 你可能有两边都有的 你是很害怕得罪神 或者你又很害怕 其实是没有了福 那八就会是谁呢 其实他特意不说 你看原文也分不了的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所以我相信他的迷恋 应该是跟他完全有关的 一开始说了这么多 完全 你看到他下面 你就明白了 撒弹走来 他用神怎么说 当时 其实是神特意漏撒弹的 你看我这个迷恋 挺完全的 那迷恋可能就是妒忌 但迷恋说了什么 他说他完全是无辜的 是因为你给他福 你先拿走这福 看看他是不是这样 大家听到那个问题是什么 撒弹是怀疑 或者想我们怀疑 我们所谓完全人其实是假的 你也是为了福 不是真正的敬礼神 是吧 谁是无辜的 谁是无辜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想的事情 其实 我现在试试说迷恋给你们听 说迷恋是什么 托登跟着就是要 你试试他这样 所以那个迷恋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要没有了多少福 没有了多少东西 他才不再是一个完全人 其实他一直开始问你这个问题 一个这么完美的人生 如果没有了这福 还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还可不可以做一个完全人 撒弹就是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我首先想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真的要有体会 人生体会你才更加明白 或者更加肯定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些受很多苦的人 他会怎样想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或者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最终一个问题 就是会立刻觉得自己 好像不再是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个感觉 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 他不喜欢自己 不喜欢自己的人生是这样 又觉得人人都不喜欢他 神是更加不喜欢他 觉得神不爱他 真的是这样 他就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完全人 他就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完全人 只是拿走这福 就说不要说这罪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他受很多苦 或者神拿走那些很重要的东西 很多亲人 他仍然觉得自己堂堂正正是一个人 我想他就会好很多 他仍然觉得好像不太可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 甚至我们就好像朋友那样说 你当然有些问题了 受很多苦 你不知全世界做了些什么 我就会这样说 或者你一定有些问题 人生下去就是神也有问题了 神还是一个爱人的神 真的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面对 有些小孩子是无辜的 受很多苦 神怎么可以容许他这样做 我们觉得人生不再完美 人的价值立即贬低了 神也是有问题了 所以我想问 其实他是在问完全的问题 我在那个结构 每一段都跟这些人是一个整传的问题 我想用整传的字 一个整传的人生 即是拿走多少幅才不再是一个整传的人生 他要问这个问题 若白这样还是一个人 是一个完全人 是一个完全人 他要问这个问题 他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背后就是说 神上是一个完全的神 就是苦难 当我们觉得神不再给福 整个世界都立即好像想到这样的 这是当苦主他们真的这样觉得 虽然若白也看得很清楚 他在初衷上很清楚 他知道是不出奇的 就是创造成这样的 虽然他是在头脑上接受 但始终都是挣扎得很久的 我想说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安排了撒旦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撒旦就是很想人怀疑神的慈恶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创世记第三章 第一个试探也是这样的 那个分辨前后的果 撒旦去试探夏娃吃这个果 你记得他怎么试探他的 他不是说那个果好吃是好吃的 很漂亮的 你吃吧 不是这样的 不是用一个吸引的 他是说你以为神真的对你这么好 他将你吃了就像他这样 叫你怀疑神的慈恶 其实他在这里 他也是这样的 你以为神真的这么爱人吗 你真的想他们乖 你不然会用福来塞住他的口 你就是拿走他的福 你那些人真的这么虔诚 你也是为了福 你想想他这个是测试一个 最基本神与人的关系 我想说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都觉得 神应该爱我 他也是主权大事 他用什么义 他似乎给人 似乎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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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为何搞那么多事 为何做那么多苦 所以我们很强调神的公义 他应该就是罚死那些恶人 那些恶人生了癌症 撞车死 那些疑人就可以得福 应该是这样 那就好了 但我发觉不是 是的 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为何神是这样 其实他都已经说了 如果神真的这样做 真的按着道德秩序 佛塔利恶人就想得了疑人 结果是怎样的 就好像撒大那样说 人人都为了要福 他便做好人 是吧 神你也是用这个方法去 去 贾勒 你可以说 贾勒的人 来去 听他说 是吧 你想想 原来正是得道德秩序 我们觉得这样的世界就好了 我们就会觉得 神的创造设计真的很完美 原来是不行的 除非正是得道德秩序 好像撒冷那样说 人和神的关系 就是沦落到成为互相利用 不是真的 他现在就是说 敬畏神要无故 那才是真的 神就要给他试的 所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时我们很难接受苦难 或者很难接受神 为何搞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都不明白 都说如果被你明白 那你和他便是平等 大家互相利用 你可以玩那个游戏 和他玩 其实不是 那才是真正他是神 那些人 那些人 都说是容易 那些人 都是很难复的 不过 事实上 他现在发难就是 借用沙弹来说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他在说物质秩序 为何会有这样的事情 为何搞到我们那么多问题 其实他也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究竟如果是神这样 无端端在这里说一下 给约伯有些苦 那约伯还是不是一个人 还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呢 现在就要问这个问题 可以不可以呢 神是否还是神呢 这个我相信就是约伯记要问的问题 其实他不只是问 或者他没有问二人为何受苦 其实他一早已经说了 在第二章已经说了 交代了约伯怎么受苦 不过约伯记永远都不知道 是作者给读者知道 所以如果小暴书是要解释 二人为何受苦 那他说完第二章 就已经可以完 就是不用说很多东西了 但是他现在要问 就是更加深入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说 为什么人生要有那么多苦难 是解释不到的 究竟这样行不行呢 这个整存的问题 如果你看回我那个结构 其实我特意图住的 每一段都跟整传有关 第一段一章一字五字 他肯定了约伯的整传 这是一个fact 说了不用争论 后来的朋友就不断争论 说约伯不是一个原传人 但他一早说了 作者说了他是的 但当时还没拿走这幅 接着第二段 神与约伯的对话就是质疑约伯和神的整传 撒旦就说你猜他真的吗 不是真的这样的 约伯伯的对话就是《施纳》第三大段 就是变连两关约伯的创造和神的整传 这个我们下一次讲 分析那三个回合 他们是在讲这三样东西 其实 但是都是在讲整传 即是约伯是否一个原传人 神是否行不行 是否真是神 以及神的创造设计 是否出了问题 即是在争论这些东西 OK 那到18的起誓 27章和29章 这个D 为何会突然有这个起誓 可能我先详细讲 他要坚持 即是起誓 有伯起誓就是要坚持他整传 因为这些朋友说你一定是有问题 你已经犯了罪才会有这样的苦 他就说不是 那这些很难证明 他唯有是起誓 就说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犯了这些罪 就是这样的 这个你要知道 那个背景 在旧约 我们有这个背景 是摩生已经说的 当时他们审犯 譬如有人杀了人 以前那些CSI 那些武士 现在那么聪明 他没有什么证据 证明到 那个人真的杀了人 他就不认 结果怎样呢 怎样修科呢 他就要求地高要起誓 在神面前起誓 以前起誓和现在不一样 他们起誓真的怕雷辟 所以如果他真的没有做 他才敢起誓 这就是这个证明 当他起誓 除非对方或者控方 能够找到证据 证明他是错的 要不然你就当他真的没有罪 因为有个方法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就是这样 就要起誓 即是咬不够 大家都说 大家都不同意 然后就起誓 除非朋友拿出证据来证明 他真的犯了罪 如果不是 你就要当他是对的 结果于是 那些朋友就再不讲话了 没得讲 其实那个CSI就完了 这就是二十七章 那里讲的 二十九三再起誓 是对神起的 他知道 神你一定要交代我 他现在起誓 即是你识明我 是有问题 要不然你应该要告诉我 就是逼神这样做 真是这样 神就主持同他做 即是你识明我 那个起誓是这样的 所以都是在说 若白坚持自己的整传 我们自己再说 智慧篇 其实是更加难 更加深的 不过他是在说 敬畏神的身份是智慧和整传 所以到了以利户 以利户也是在处理神的整传 还是若白的整传 他觉得是对立的 他没有说神不行 所以一定要说若白不行 你明白那个处境 那个是另外一个 我要学的功夫 跟那三个朋友不同 我帮我再说 之后神跟若白坚对话 那两个对话 其实是肯定着 创造秩序和他自己的整传 他虽然是这样子计 都可以的 到最后他才是给若白 或者跟那些朋友说 就肯定若白的整传 就是最后一段 其实就是这样 我和这个整传 尝试去介绍 若白的主题 其实是说这件事 你不要以为这个好像 我们都满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神容许人生有些苦难 其实他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从一个创造秩序的角度来看 特别是这个所谓密质秩序 一定要是这样的 其实传道书是说密质秩序是必然的 他说了神一定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这样的 若白的主题是说密质秩序是必须的 你很想密质秩序就很不够了 神不作义份 好像平等一样 大家一起玩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特别是对受苦的人 他能够有一种肯定 知道他也是一个完全人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神也是一个完全的神 虽然我们不明白 其实有些人始终都不明白 是不用明白的 对于我们再说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得很快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想到一些东西 或者有些东西是密质的 所以大家要问我才能说到 我再说大家不明白不重要 特别我们还没说下去 对了 但是说了可能很多人不明白 他的问题就是不用明白 反而你要知道 入厄记说了什么 是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明白 其实不需要明白 预处阵 领存 领存 什么意思 其实作者是特意这样的 领存 他就是要问你的 他也不回答 他在这里数出来 他只是形容一个人 现在形容一个人 一个人 就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 我们下一次会讲一下 就是朋友 就是针了这三样东西 他是不是真 这个人 是不是真的 是否真是敬畏神 以及是否软微恶事 加上他是很蒙福 又很有智慧 这样的人 他形容有伯是这样的人 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一个完全人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拿走这些福 他就不再是 原来他一定要有福 才可以 神就说不是 你试一下 就是这样 所以他在问一个问题 你可以说拿走多少福 拿走多少东西 才不再是一个完全人 又或者我们问 就是若白作为一个受苦的人 他可不可以 仍然做一个完全人 在这样的情况 或者这是每一个受苦的人 都他可以做的 就是应该可以做的 当然我们不要要求人这样做 因为若白都搞了很久 不是立刻去到 不过他可以去到 去到那一天他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说 当没有了那份的时候 我们问的问题就是 我还是一个人 那些神还是不是神 当你搞到这个问题 你就没有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 其实神是知道很多东西 我们经常说 神是知道我们的心 也知道我们的心 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还会 去到四层问这个问题 然后又容许他 这样去试练若白呢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有点想歪了或是什么 这是经文说的,不是我解释的 我是同意的,最终是解不了的 神没有告诉阿厅,最后也没有说 你想想说了更坏就更生气 是真的,最终是解不了的 因为神这样做,其实是对不对 这个我们到最后才处理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 神保泽伯记最难是哪一部分 就是最后那一段,神给回他 应该是大家讨论他那种 没有了都可以,我都可以敬畏神 那才是最正的,那才是最难的 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一个问题 或者大家回去想想 那个key word就是无辜 真正是无辜 当然应该来说神是有它的原因 不过你不会服和不会明白 对我来说就是无辜 或者无辜才是好 所以你不要以为要明白 第一就是明白了没用的 还有可能不明白才是好 你要求要明白,其实你还没有 这个问题可能我不懂得问 可能问错了 上帝如果他是self deficient 他做那么多东西想定义什么呢? 或者他想向谁定义什么呢? 如果宇宙只有他 他不需要的 就是不需要的,就是不明白 就是不明白 这是一个答案 其实伊利乎乃就是错在这一道 我们不要 我先讲完 我们不要那么严格去维护神 千记不要 因为第一你没有资格 你根本都不明白 而且你这样维护他更快 其实那个point就是 神根本不需要你维护他 他也不需要向人说那么多话 全部都是他给的 这才是敬畏 这才是敬畏 不过我知道 这不仅仅是头脑上的东西 我可能这么说 你要好似经历 我希望不要正常伯伯 你要经历苦 你才真是明白 你才真是经历到这一件事 不过我想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 我讲到尼百记 我都要很小心 我不要在围护神 所以我说我不要说明 说明诈 你读完好伯伯神 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这样做 或者说做不到 我只是讲到尼百记说了什么 其实那个point就是 神就是这么大 如果我用一堂说得明 那这个神也是很大 应该 ok ok 后面最后 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 但好像尼百记到最后那一章 尼百就很明白 因为他说 他明白了 但是他已经不需要知道了 他不需要知道了 他已经可以了 其实我们受苦的人 就需要去到那个境界就可以了 不过那里也不简单的 那里也很难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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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经历过才知道 它是这样解释的 你没经历过很难解释的 他也会说可以的 但是他也不会说他明白的 他只是说可以的 他不再问 那意思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两分钟 我们都要上次 是 是